十一年来,他兢兢业业地工作在教学管理的第一线。 作为一名教师,他以盘诚与热忱、耐心与细致赢得了学生们的爱戴。 作为一位管理者,他以平常心与公正心赢得了同事们的信赖。 他以趋势研究作为教学先导,引进国际师资,打造国际课程,建设跨国工作站。 他以品牌实践作为教学延伸,依托设计专业优势,服务中国时尚产业的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。 他是一名优秀的设计师,其作品展露出独特的风格与样貌。 他始终坚守设计的善意,把设计当作社会美誉的路径。 他相信,设计智慧应当面向生活发力,朝向心灵发声,深到细微处,见得大光明。 我觉得对于青年泽匠来说,他意味着静心和坚韧。 所以要兼具理性的思辨力和感性的领悟力,更多的意味着突破的勇气和胸怀天下的担当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